其实我觉得学中医很多地方都可以偷工 就什么东西不知道道理没关系 一好就算了 大概是这种感觉 我想那个伟大的理论 大概本来就不是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搞清楚的 所以讲不通不太需要自责 那再来呢 孙思淼的千金放言 这东西其实是替温胆汤起头的一个内容 他说一个人的骨髓跟肝胆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骨髓虚的话脑痛不安 所以骨髓食的话一个人会比较勇敢 那这东西我临床上希望能够找到眼方证明这个事情 那你说随之虚实应于肝胆 他说骨髓寒的话就是胆腑有问题 骨髓热的话就是肝脏有问题 那这个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耶 就比如说清肝火的牡丹皮同时也是退骨热的药 就是就是他退肝火跟退骨头的药物 其实是有重叠的 然后胆筋上面我们说什么纠绝骨可以补脑 走上区块的补中益气汤吃了也可以补脑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头脑得到汗料的营养 所以脑跟肝胆是很有关系 那虽然我们说肾足骨 然后所以肾跟头脑当然有相当高度的相关性 但是你说一个人得脑瘤啊 有没有这种肝胆治的 有哦 所以就是另外那一派的先生就跟我讲说 其实人啊他如果长脑瘤的话 不是肝因时就是肾因时 所以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 那只是可能我们现在的医术还没有那么高明 还不能推扩到这一块 但是这个理论基本上有它的意义在 可能日后吧 我们慢慢学着学着 会能够更加理解这个地方来说什么 然后呢 再来我取一个不属于一家的内容 就是道家的黄体内景经 其实黄体内景经到底对人的健康有没有帮助 这件事情到今天是存疑 怎么讲呢 这部经书他所关系到的这个修炼谱系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汉代的时候中国开始出现一个 有一个既道家的道教 已经不是道家了 道家庄子老子就没了 那道教的心点有一个太平经 那太平经里头呢 开始讲到说 人的五脏啊是五种颜色 所以你可以去想说什么肝脏发绿光啊 肺脏发白光啊 这样子去观想的内脏就比较健康 就是开始从这个角度去 去跟内脏做朋友 然后到了黄体经的时候呢 那当然这个五脏观想的方法 比如说我记得 从前吧有一个苏东坡 苏东坡写给他朋友的信 说什么最近啊 学了一个新招 每天半夜的时候 享受什么皮脏发黄光 心脏发黄光 他就觉得身体有大好啊 真是有效 然后就说这个方法值得推广 就是送朝苏东坡这样讲 可能苏东坡那个人呢 不是一个很好的范本 因为他一辈子身体也没有多好 然后他的医术好不好 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临死前自己 好像吃错药 然后就死掉 所以觉得苏东坡这东西有效 不是一个很好的 不是一个很好的广告人 你知道 就是他本身的公信力 在医术这些事情 有点让人毛毛的 所以到底这个五脏观想法 到底行不行 我们不知道 那到了近代的时候 听说黄庭经是这个 王羲之的师父啊 这个华阳夫人传下来的 那他就是讲 黄庭经是怎么样呢 就是好像天地万物都有精灵嘛 那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五脏 其实都有五脏的精灵 他就说什么 心脏的精灵是一个 穿着红衣服跳舞的妹妹啊 然后你要每天想 这妹妹在你心里面 在这边跳舞跳得很开心啊 然后什么藏的精灵 是长什么样子 就从这个系统里面 什么五脏图啊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 圣藏神啊 是一个双头鹿 就是两个头的梅化鹿 是圣藏神 那那个我们 一般认为是玄武的 那个一个蛇蚕的 一个乌龟的那个画面 那个是道家的胆神 胆神是长那个样子的 胆神龙药自威名 就是一个蛇蚕的 一个乌龟的那个东西 所以就是道家所认为的画面 跟一家的话 这其实有一点不一样 那 那在这个 这样子一个 那黄庭经就是说 你的内脏啊 里面 他看到里面的小精灵 是怎么样在过日子的 那你每天就要想 他怎样过日子 然后想到他变得 对你来讲非常真实 那有一天你的肺脏要挂 你就赶快叫那个 肺脏神的名字 然后肺脏就会忽然复活 又给你面子 因为你平常跟我有交情 所以就是就是这样子来 就用这种方法来呼唤自己的武藏 就他说你要努力啊 那那这个有没有实际效果 对不起不知道啊 因为到家修炼到后来是比较归着于这个通三观啦 就是走任独迈啊 然后小周天大周天那个谱系 所以这个谱系有没有效果 我们一直都不太清楚 只是呢 如果说一家的世界在扁确之后 已经不再有开天眼的人了 那我们有的时候会期望 到家的世界有还存在的那些开天眼的人 就比如说王羲之人老师 华阳夫人是不是一个超能力者 那这些开天眼的修道者 他们看到的胆是什么东西 但如果华临经根本是疯子乱邪 他们也认了 但他如果不是疯子乱邪 就可能会有点意义 那他的这个 《黄庭经》里面讲的这个胆啊 他说这个胆部这个公是六府的精灵 里面有个童子 他的名字叫龙耀 他的字是明龙耀自威明 那他的他这个胆经的画面 胆的区块是什么样的画面 他说雷电八阵阳玉京 龙起横天止火灵 就是好像啊 那个我们现在看的那个什么 是不是那种 他的画面就好像那个 现在小孩子玩的那个 开战斗机跟人家打仗的那个电动玩具 就飞在地球的表面的高空上 啪啪啪啪 有很多光线这样射来射去 这样子 就是胆的画面 在道家的眼中 竟然是一个在地球的高空上面 一大堆什么光束啊 飞弹啊这样的回来回去的东西 那他说竹竹利器射虎兵 就是他能够统帅溜我们的内脏 所以他说后面有一句是什么 佩金黛玉龙虎文 那龙是肝嘛 虎是肺嘛 就是他有肺跟肝的令符 能够叫肺跟肝都听话这样子 就是他能 所以他的功用 外印眼瞳鼻柱啊 瞳孔啊鼻梁啊 然后脑法相扶 一句先 就是他能够帮助你的头发 跟你的脑子长得好 这些人一家的重要观念 观念都很有想通的地方 那 那他的这个 所以就是道家的那个胆经的画面 就好像是我们人体的表面 就人体如果是地球 好像地球外面有飞堆人造卫星 所以伪造卫星在彼此放消息 这样传来传去 所以道家的那个胆经的画面 是这么的科幻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少阳区块是个很玄幻的区块 就是连道家在 因为同样的黄庭经 他写到皮啊 什么就一条什么东西黄黄的 也没有太复杂 可是为什么胆就浮到天空去了 所以我们想想看 我们古时候那个 二旦六神之汤 就是猪鸟 玄武 这个青龙白虎 然后在中间分上面下面 是勾尘跟藤蛇 一个是尘气 一个是礼中 那这样的一个上下左右四方 这个六合的空间向度 它的二旦是什么 这样绕着这个世界外面走的太阳跟月亮 那这个太阳跟月亮 其实无论是大阳旦或者是大阴旦 都是走在这个所谓的 少阳区块 或者说三角之中 所以这个环绕着我们的身体外面的 这个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大阳淡汤 大阴淡汤 都是这种超然的存在 超就是在我们这个六合之外 这样绕行的一个东西 所以无论是古代的一方 或者是道家的经典 对于这一个少阳区块 就是好像另眼看待 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 我们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来说明那个热入学士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卷八的22、23、24条 这个热入学士 我们将来讲到卷八的时候 可能会再带一下 就是关系到刺其能的 不过这件事情呢 我用一个比较普通的方法跟同学讲一下 然后讲一下我们的临床怎么运用 那条文的话 我们就到时候稍微带一下 那这个以后讲到卷八的时候再来细讲也没有关系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今天可能晚下课十分钟 对不起 当我们感冒的时候 女性同胞在感冒的时候会多一个变因 是男性同胞没有的 就是如果你的感冒的时候 AMC来了会怎么样 我们当时在教麻黄汤的时候 有跟同学讲说 麻黄汤症的人 他的银分有邪 所以他如果能够留一点鼻血出来 可能他那个邪气可以趁机逼出去 对不对 所以麻黄汤明确是留鼻血 他就可以找一条比较简单的道路 从血液里面把这个邪气逼出去 那我们既然知道感冒他的这个出路 有这么多的出路 那如果一个女性同胞她在感冒的时候 刚好她的身体里面有一堆血要丢掉呢 那是不是她的身体就会想说 你赶快把这些邪气都丢到这个子宫去 然后让那个跟着月经一起排出去 那这样子就好得比较快 所以人的身体在会出血的时候 就会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那这个反应为什么要跟柴汤汤牵上关系呢 因为你的感冒可能是柴汤汤症就在淫分嘛 柴汤汤症在卫分 柴汤汤症在淫分 就是说这些至少在三阳区域的这些感冒啊 那些邪气 其实我们知道跟这些区块能够都有沾到 就是邵阳区块 对不对 所以这些邪气它很容易 如果要找一条路出去大家都走邵阳 然后你知道邵阳胆经又是一条什么样的经 我说是八婆之经对不对 就是跟身上很多很多东西都有关系 所以呢 就像我从前有一个房客 他 有一次他朋友从中央来找他玩 然后走的时候我看到他大包小包往他朋友后寸向三 我说你送那么多东西给你朋友 他说不是啦 是垃圾啦 我们台北垃圾要收钱的 中立不必 所以要再回去丢 那 我觉得看到这个画面就会觉得 我不能责怪他 因为女人感冒也是一样的 就是 就是当那个 当你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些有病情的地方 那这个邵阳区块呢 就好像一家一家去串门子 然后这个家又觉得说 我这包东西要拿到子宫去丢 那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去 我离子宫很遥远 那这个八婆少阳太太就说 没有关系 我们家老公肝精 就是在子宫上班的 你交给我 交给我老公 我老公就把你丢 然后就马上就把那包垃圾接回家 所以就是少阳精就是这样子搞法 所以 就他因为肝胆相表里 就是 胆转到肝 肝转到子宫 这条路是非常顺的 有多顺 以后交血因病就知道 所以这个 大家知道一下 他这样转 所以 人的身 女人呢 如果在感冒的时候 刚好月经来了 她的身体就会自然而然的 把这些邪气都收集到少阳区块去 然后交给少阳区块拿到子宫去丢这样子 当然传到子宫光靠少阳不行了 里面会经过肝 就是 交给胆 胆再交给肝 然后肝再丢到子宫 当然是这个走法 假设是这个走法 那 于是后呢 比如说 像我的 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有一次我表妹感冒 因为我表妹感冒常跟我拿药 她那个感冒 她的症状来讲 好像是桂枝还是葛根汤症 可是呢 她就说表哥 我本来就要开葛根汤了 结果我帮她把个卖 我说 奇怪 葛根汤症的卖怎么会那么咸 怎么会这个 奈向已经转到少阳的卖去了 我就想说 你是不是MC要来了 他说 对啊 今天要来 今天来 今天刚来 那我就说 那说不定你的感冒 不一定要异哦 可能你MC这指尖 这节气就会跟着这个 经学一起出去 那就 那如果你要吃点药的话 就吃小柴虎 就是 一般来讲呢 我们女性同胞在 月经期间 感冒的话 那个血气 通常都会归病到 少阳区块 那专中警讲的 是比较是 好像交给少阳区块 到最后会排掉 但是 在还没有排掉之前 如果你已经觉得这个病邪 开始 就是你在月经期间 你开始感冒的 感冒如果遇到月经期 通常那个脉 就自然就会变成血脉 然后那个症状 会自然的转成少阳症 那这个时候 就会让中医 如果讲一个比较粗糙的说法 就是 女人月经期间感冒 通常都是小柴虎虎解决 因为就是轻少阳 因为感冒的血气 都会归病到少阳区 所以用小柴虎虎 一起轻是比较有效 那当然是这样一个脉络 那张忠宁把这件事情 分成三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角度 他说 妇人中风发热 那中风跪去通常症 发烧 然后怕风 他说刚好这个人月经来了 可是呢 过了七八天 月经来了 大概是五六天就收工了 对不对 就一般女生月经期大概五天 可是到了七八天的时候 这个人他已经不发烧了 热除而脉池生凉 就是不发烧了 这个脉也软塌塌的 那些感冒的脉已经 感冒的脉相都不明显了 可是呢 胸斜下满 如结胸状 就是胸部到肋骨这个地方 觉得闷痛闷痛的 那像结胸 结胸我们是太阳的下边会交到 那结胸的症状 我们不说病因 我们说症状的话 症状就是你的这个地方 你一按就会有压痛 从胸部到肚子啊 都会按的时候会好痛的 所以这个地方不但闷 而且按了会觉得硬硬痛痛的 这种感觉 那这个时候他说 而且呢会什么言语 言语就是会乱讲话 那就是在那边讲一些 就是基本上人在言语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已经发疯了 会讲一下不三不四的话 就见到庄处教授 震助教授也来了 他就没有见到你这样子 就是会讲一些疯疯的话 那言语的话 我们在阳明篇会比较会讲说 这个当然一个人血液啊 或者什么 因为发烧 或者血液里面的这种毒素啊 累积到一定能量的时候 会影响到脑子的人 就会讲这种疯疯的话 所以言语的理由 大概就是血中有热血之类的 我们姑且 如果只以热入血室来讲 认识到这样就可以了 那他就说这是热入血室 这个热血呢 已经进到了血室 那血室到底是哪里 我想如果以这个 富人月经期的那个血气的传法的话 这个血气当然不是在肝 又是在子宫吧 当然肝因为跟横隔膜是相连属的 所以你要说这个血是在隔 或者是肝或者子宫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在现在就不直接强烈的定义说 他这个血是在哪里 但是呢 这一条说的这个状况 这条他在说什么 是说这个人这个女人在感冒的时候 他想要借着少阳区块 把邪气经过经过心血来排除 可是呢 邪气可能他少阳区块没有很通畅 所以他邪气还没有排完 月经就停了 那于是子宫就说不好意思 上一班车 最后一班 末班车已经离开了 那你请等下一班车 可是下班车是 一个月以后才会来 所以这些邪气呢 就站在一个叫做少阳的月台上面 想说啊我们要待一个月哦 然后这个人的这个区块就被邪气截住了啊 这样子 那这邪气就觉得啊 好无聊啊 我们来 就当你要在这个月台等一个月的时候 他大概就会想说早点四座啊 然后就 那这个人就发狂发狂了 那 当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要说血是在哪里 因为 以临床上面来讲 当那个妇人热入血诗的时候 通常是用柴湖汤把它清掉 那用柴湖汤清了之后 如果没有清干净 我们临床上会发现的是 小腹 左边小腹这边会有压痛点啊 就变成那个 太阳 偏后面会降到那个桃核陈气疗症 所以其实它那个淤血可能还是在小腹这一带啊 所以血是 可能是 比较偏到子宫这边 那你说肝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藏血之脏啊 就是一旦这个邪气是这样子走法的时候 肝也会牵连到 那这个肝如果有邪气的时候 这个肝血有邪气的时候呢 它会 因为我们叫十二经脉巡行嘛 最后走到肝金嘛 肝金到了旗门穴就钻到里面嘛 最后从肺心的中腹再出来嘛 那 那这个 那个邪气要从肝金再钻到肺心有点辛苦了 所以大概会堆到 就是我们人体的十二经巡行的最后面的一个穴道 就是骑门 那 那骑门到底能不能刺 基本上那个针灸这样的碾针下去就不要想啊 就是 骑门这个穴道你真的钻进去了刺到内藏啊 就是 用针这个方法不太行 而且我们历代的这个医疗经营也没有很多 我们的医案讲也有特别有P个热入血室的地方 同学可以回去自己看 那 郝万山先生的那个在处理热入血室的时候 他讲到一个妇人是很标准的热入血室 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会发疯 因为热入血室 鞋在鞋分嘛 所以晚上会发疯 白天比较好 就是每次月经骑的时候就发疯 那就他就发现那个妇人呢 他是在月经骑发疯的时候 这个骑门穴里面是有青筋鼓出来的 于是他就找到可以放学的点 因为平常的地方是不会有青筋的 所以就放学 所以临床上面我想张仲景的真法 以其他的几个真法来讲 好像以放学比较多吧 就是用针灸进去钻的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姑且把他想象 刺其门是在这个辱下这个其门 却用放学疗法 因为临床上放学疗法比较 有人有用过也比较有这个经验 但是我想他无论如何不是古代的一个 常用的做法 因为中国的社会耶 女人耶 乳下耶 就是如果那个女生 就是为过比较多孩子来 那医生还要把这乳房拖起来再次 那其实是古代社会是不可容许的活动 所以刺其门这个事情大家就 渐渐把它就算了 因为就是你就算是有淤血 你先用彩虎汤清一清 如果没有清干净 你先用草和陈气汤打一打什么 就是多多少少还可以处理了 所以就是热入血世这个状况有没有有 会不会到会不会严重到发疯会 但是一般的妇女同胞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感冒 瑞金来就会传到少阳区块 那就照少阳制法就这样子 那你说因为它有关系到血分 如果你会觉得你不要说你发疯好了 发疯了自己也不会开药了 但是如果你会觉得冒民的心情烦躁 就是很想发雕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血有热血开始淤结了 那时候你要加点通血凉血的药 比如说你可以加什么 嵌草啦赤勺药啦牡丹皮啦 就加一点都没有关系 那或者其他的比如说 你搭配一点贵枝福林丸可不可以 可以 你搭配一点淘喝陈气汤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大概知道走什么路 就是凉血通血的药加一点就对了 就当你觉得情绪上面开始有 不能自知的那种激动的反应的时候 那你就加一点凉血通血药 把它打下来 所以小财你用原本的小财可不可以 通常可以 因为小财它的的确确也是血分药 因为它如果不能够处理到血分的那么多问题的话 它也不能让淋巴那么快通常 所以小财是可以冻到血分的药 但是如果你觉得小财不够信赖的话 那你加一点刚刚我说的这些什么 淘喝陈气啦 贵枝福林丸啦 什么 就搭配一下都可以 那 那这是第一条 那二十三条呢 张隆景就讲说 如果这个妇人中风 贵枝山症已经七八天了 蓄得寒热发作有时 所以她中风了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变成寒热发作 就定期的寒热发作 好像是虐极样 为什么这个妇人感冒七八天 会变得好像闹虐极样 她就说 你要看看她这个时候是不是 刚好她的月经结束了 如果她的月经结束的话 就代表说 她感冒来了 那她身体觉得有月经 所以赶快把它丢到上阳区块去 可是丢到上阳区块的时候 月经结束了 所以她这个邪气没有出口 所以就堆在上阳区块 她说这样的人 她的血一定会开始淤起来 所以就在上阳区块 血淤起来的时候 人的状况是会有这种 像虐极一样的状况 那你赶快有小柴胡汤 那小柴胡汤可以让那个 开始变粘稠的血 如果是在那个当下 小柴胡汤可以让血变得 就是比较不粘稠 就把血打干净 光是小柴胡汤都有可能 如果你觉得柴胡不够 里刚说的家位 你在家就可以 所以她能够让血一年度降低 所以 这个时候 就在那个当下 还处在那种 像是虐极一样的 往来寒热的时候 那你看到这个人 是刚好月经结束 知道他是因为 月经而造成的 血气转入上阳区块 然后血开始结了 那从这些症状 你看到的时候 你就会用小柴胡汤 马上把它清掉 这是第二条 那第三条 他是说 二十四条 他说 一个妇人呢 伤寒发热 那有可能是原来 是麻煌汤真 那刚好他的月经来了 那这个人会 冲进一个什么状态呢 他白天 人很清楚 可是到了晚上 就开始讲一些风话 他说 如见鬼状 郝安山先生 在那个我们发给你们 那个议案里面 那个故事 他就讲那个女生 他会跟不认识的人聊天 就他们跟一个人 开始聊起来 然后没有人见得到这个人 也没有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这样子 那的确是会有言语如见鬼状 就是很标准的 就临床上 会见到这个状态 那 那那个跟陶和晨奇上的抵章 他那个如狂发狂又不一样 就陶和晨这样的如狂跟发狂 比较少许的人 情绪激动到发飙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就是 也不是说激动到发飙 就是大家拉着他 都不知道 你们干嘛摸我 跟谁聊得很高兴啊 等等等等 我小学同学 他小学也没这个人 这样子 就是 那这种状态出来的时候 他说这是日入学士 那张宗景写说 无范未气其善而交 必自愈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的元气受损 那怎么样叫范未气 就是你如果用了这个下法 就是用了那种 因为你知道 当一个人是开始言语的时候 我们一般学商汉论的人 第一想到就想到 哦这是成气汤症 是这个阳明的便秘的成气汤症 因为不大便发疯了 这比例是最高的 那就会用成气汤 可是成气汤一下过之后 这个人就会虚了 或者你会说这个人 我们用麻黄汤什么发汗 发汗也会伤上胶 就是当你把这个人搞虚了 变成一个血弱气虚的状态 这个人的邪气就会被 黏在少阳区块出不来了 所以不能把这个人搞虚掉 那如果你愿意乖乖的等着 不把这个人搞虚掉 那他月经才刚来 那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天里面 他随着这个月经慢慢慢慢就排干净了 然后他的这些问题就会解决掉 所以张农景是说 有可能不需要 不需要治疗 那这个白天很清楚晚上发狂 这是血分阴分有邪气的一个特征 像我们之前讲到这个 如果是阳分未分有邪气 那就是什么白天难过晚上安静 就是他的一个特征就是到了晚上是比较是 盈气在主室的 在主导的 所以到了晚上会特别的发狂 这是一个证明邪气在血分的方法 所以同学其实辩证的时候 这些条文读的多了 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病是白天好好的 晚上特别难过 那你的确是有想到这个人 病邪比较在血分 这样从血分支这样子 所以这些基本的辩证点 我们学久了大家都会熟悉的 那但是无论是这个二十二条刺起门 或者二十三条刺起门 或者二十四条 这个不要理他也会好 其实我们现在的灵状上面都是 可以混在一起 就是差不多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就吃吃财户汤 那就会好起来 那至于是不是要等他 是不是要怎么样 那还没有没有那么严格的分野 所以因此呢我想 比较笼统的说就是 哎呀女人月经期感冒烦 反正就是吃财户汤都对了啦 那就是要说那么笼统 你也不说他错 因为至少百分之八九十的正确吧 那但是如果你要说 女人月经期绝对保证是财户汤痘 那也未必啦 就是那也不见得是一定 不过大多数大多数在月经期的感冒 都会传到少阳区块去 所以就是这些医疗的方法 我们知道一下 那如果你刚好看得到这个 你在发狂的女性家人 这个奇门这边啊 真的有鼓出什么青筋啊 那你就刺血 然后用拔罐器 用放血针刺一刺 然后用拔罐器 拔一点血出来 那如果看不到就算了 就想想会上加些活血化育的药 那如果医术不够好 看药不够整 有时候都没有关系 比如说他可能会 小财户当中吃一吃 然后他的这个少阳区块的病去掉了 可是这个人还是情绪很容易激动 那你可能会按到他身上 有压痛点什么的 就会发现他 依然有糖和神器当中 就是他少阳区块清干净了 可是他的这个膀胱腹周围 已经有血浴在那边 那这个时候再继续 照那个打瘀血的方法 因为刚好你其他材料有血 再继续打干净就好了啊 所以这个步骤上面 无论是医术好或者医术不好 就是分一次就治完或者分两次来处理 基本上都是有方法的 而这个热露血式整件事情 它的辨证技巧并不难 好你调稳稍微看一下 若是有个心理准备 MC来的时候感冒 他就往这个方向观察一下 有没有类似的现象就好了 通常不会那么明显 什么胸口闷啊压痛啊 不会那么明显 通常就是脉变咸了 或者就微微的有点嘴巴苦 就这样淡淡的 那么我们现在人感冒 其实不一定有像张罗女时代 那么那么激烈 但是但是这就是一个女生 在感冒的时候 一个特别会有的现象 临床上又很容易观察得到 所以我们要要特别提出来 就是至少要会啊 这个不能不会的 因为如果不会的话 有时候感冒会医的不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 就来把少阳片处理掉 反正在11条嘛 我们下个礼拜来看少阳片